十二年國教免試入學 最後的選田志願的時間 就在明天中午截止 不過還是有不少考生跟家長 是很擔心焦慮的 感覺是無所適從 今天就有家長團體 到了教育部前面抗議 批評志願序扣分制度 是剝奪了學生的自由選擇權 另外國教團體也呼籲 教育部要立刻取消這項制度 並且將入學制改成先特招 後免試 多位考生家長集結到教育部前 要求部長蔣偉寧幫幫孩子填志願 因為國中教育會考公佈成績後 讓許多考生對於如何填志願 傷透腦筋 就像瞎子摸象 心情交集萬分 家長團體擔心 目前採取志願序要扣分的制度 如果填錯第一志願 考生的第二志願 第三志願都比不過 就會被破掉到很後命的學校 另外現在的入學制度是先免試 再來特色招生 對於考生來說也是另一個困境 先放棄再報到 現在的程序是先報到再放棄 報到再放棄的時候大家去報到大家會擔心 就會想說我報到了以後那怎麼辦 那因為他對於這個整個的全面的狀況 不了解的情況下而報到了 他原來可能進攻力變到私利去了 那這個時候他在未來的三年 他怎麼樣能夠好好的學習 週末上午接連兩個團體出面抗議 對志願序制度提出質疑 要求教育部要立即補救 逼讓這一屆的九年級生 成了十二年國教的白老鼠 對外界疑慮 教育部則呼籲考生要綜合考量學校的特色 交通距離等等 不想讀的學校就不要填 教育部也說將會集結十五個學區 做全面檢討明年度該如何調整 最慢九月開學前就會公布 就算一壘期踏不到